大家好,欢迎来到卡卡生活频道 在这期视频里,我们一起来用空气炸锅做一道烤带鱼 成品口感可以和油炸的相媲美,而且非常健康 大冬华买来的野生带鱼段 剪开袋子,我们先把带鱼清洗一遍 首先剪开它的肚子,把肚子里面的东西,内脏都去除 把银色的表面也擦去,然后洗干净 把带鱼切段,然后在鱼皮上切花刀 我想保持菜板干净一些,所以用保鲜膜把菜板蒙住 把切好的带鱼段装在盘子里,加葱 姜 料酒 生抽 黑胡椒粉 盐 盘子太小了,我们换大一点的容器,然后再加烧烤料 带上手套 抓拌均匀 腌15分钟左右 把带鱼摆在烤盘上 喷上一层油 烤盘子太小了 370华氏度 烤15分钟 15分钟以后 把大鱼翻面 再喷上一层油 然后放回烤箱 370华氏度 再烤15分钟 这时候满厨房都弥漫着带鱼的香味 烤好出锅了 带鱼的表面有一点酥脆 鱼肉鲜美 炸带鱼每次做过程繁琐,油烟巨大 空气炸锅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谢谢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